彈以理 蘇姨公 大家好 我是鄧希南 我今天和大家講的題目就是 為什麼獅子不吃彈以理 彈以理中心靜靜地服侍皇上 卻招來疾道 間神以他向上帝祈禱為藉口 將他丟入獅子蝦 上帝察驗了獅者封住獅子的口 他們吃不到彈以理 結果彈以理完全沒有受傷 彈以理想知道為什麼獅子不吃他 所以他去訪問了三隻獅子 第一隻獅子就說 上帝給了我減肥的義肉 我不會覺得吃肉類健康 好 這個狀態是獅子本身沒有病的 即是比較生猛 而且還可以吃減肥的精神 上帝給了我 上帝給了減肥的義肉 好 我不會覺得吃肉類不健康 我只會吃蔬菜類 所以我就不會吃彈以理 第二隻獅子就說 我很怕吃完彈以理之後上帝會懲罰我 因為曾經有獅子跟我說 不可以吃彈以理 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第三隻獅子就說 上帝實在太奇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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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令到我眼花繞亂 我看到肥的人都變了瘦的人 我還以為彈以理的肉不好吃 所以我就沒有吃到它 經過這次訪問之後 彈以理更加感受到上帝奇妙的作為 因為上帝幫助了他 就算他被人扔到獅子蝦 之後都安然無恙 我們已吃完畢竟 謝謝